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3月17日 热刺拒绝白走一趟 英格兰超级联赛周四凌晨继续进行角逐 届时热刺将做客白里顿 主队近期连战连败 球队状态插到贴的 反观热刺上轮才遭遇曼联无情逆转 球队急需一场胜利提振士气 此番更为看好热刺能够顺利迎波 白里顿最近毫无状态可言 球队在上轮布迪利误谱后 已经连续吞下了5场失利 失利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白里顿在这波失利之中 进攻端完全失去了方向 他们这波5连败当中 多达4场进攻端颗粒无收 唯一一个入球 还是来自后卫里为事 邓克 朱如尼尔 马奥比等一众攻击手 的确需要尽快找到入球感觉 防守端方面 白里顿最近同样令人失望 这波5连败之中 球队每场都最少是2球 试问如此防守表现 又怎能抵挡得住双星领衔的热刺 除此之外 白里顿经济逐场表现并不算理想 胜率不过两成出头 且积分还要比做客少鸡5分 综上所述 白里顿此番主场凶多吉少 阵容方面 后卫阿当 维斯达和中场阿当 拉兰拿军因伤缺席 热刺上轮成为了基斯坦奴 朗拿度创造历史的不景板 球队极其需要一场胜利去提振士气 此番五连败的白里顿毫无疑问成为了最佳的出气筒 毫无疑问 热刺进攻端由孙兴敏以及哈利 卡尼双星所领衔 两人目前各自斩获11球 看似均衡时则各有分工保证球队有充足火力 事关拿含球星有八球是主场所入 而英格兰前锋则有七球是作客所取得 因此哈利 卡尼是白里顿此番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近况方面 虽然热刺近期表现有所起伏 但近况绝对比白里顿出色 与此同时他们在交手网季方面同样占优 近六次交手白里顿能够赢下其中的四场 甚至上次交锋早早在半场就取得了2比0的领先 热刺此行有力迎波 阵容方面 后卫查佛 坦根佳和中场奥利华 史基普等人殷商免疫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